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点讲故事 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啊,是这个大清朝在雍正年间雪域高原城上起下的故事 这雍正皇帝呢,平定了卢不荡丹金的叛乱以后 这雪域高原城的故事啊,就逐渐的向北向西偏转了 雍正皇帝在西北的心思全用在了准杆韩国身上 随着这个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立,以及驻葬办事大臣的设立 青海西藏的局势趋于稳定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故事拉到北方,往北讲和咱们这个专辑的内容啊 它就有出入了,咱们讲的是雪域高原,讲的是雪域佛国 主要还得贴上啊,藏传佛教和雪域高原的事 就在1731年,那年是雍正九年 这大将军傅尔丹在这个托克托岭啊,和这个河通铺打了一场败仗 这场败仗是和谁打的呀,就是准杆尔韩国 当时啊,准杆尔韩国的大韩已经换人了 已然不是啊,侧望阿拉布坦了 杆尔丹侧领继任了韩位 这一仗下来啊,就打败了大清朝的部队 精锐部队啊,那可全是精八旗 打的是精八旗家家穿白是户户户户户户户 这么精彩的故事咱们不讲啊,那是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咱们讲过,咱们在讲整个二韩国那篇的时候啊 已经讲的够不够了了 那咱们既然提到他了,咱们借着今儿这段书啊 咱们回答一下啊,聊那段书的时候 好朋友的留言提问 那是什么留言提问呢 有朋友就说了 这富士丹一战就造成了 京八旗是家家穿白乎乎带笑吗 是不是太夸张了 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夸张 这富士丹的大军呢 损失的不光是八旗兵兵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八旗贵族 带兵的左领参领数不胜数 那么说呢 这个奇物呢 就是这么规定的 以左领下人呢 左领若是战亡之后啊 这个所有左领下人 要为左领穿笑 那参领呢 自然也是一样 在战争当中 正身其人战死了 那么他户下的开户 以及褒义 也得为这位正身其人穿笑 所以说呢 这一战下来啊 北京城内京八旗 是家家穿白乎乎带笑啊 这事啊 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不讲这个故事 咱们往哪头讲呢 咱们还得是贴着雪域高原 贴着藏传佛教来 雍正朝的末年呢 1733年 大清朝出资雍正皇帝亲自下旨 就恢复重建了 当年呢 罗伯藏丹经叛乱时候 被清军焚毁的 郭龙寺和郭蟒寺 可是呢 这雍正皇帝旨意里 也明确的提出了 这寺庙应该有多大的规模 应该有多少僧人 再像原来一样 无限制的发展肯定是不行了 并且呀 这雍正皇帝亲自赐名 郭龙寺啊 就改为幼宁寺 郭蟒寺呢 改为广惠寺 哎 转过年来 这藏传佛教一件大事来了 这张家活佛 藏传佛教的一系大活佛 就在北京城啊 这三世张家活佛啊 就被雍正皇帝正式赐封为 灌顶普惠 广慈大国师 作为这个 活皇一代的 藏传佛教宗教主事 他把自己的主寺啊 就定在了 又宁寺 哎 自此以后 时间不长了 又宁寺 又恢复了 原来的生事 成为了这个 黄北啊 诸寺之母 就恢复了原来 这郭龙寺 在格鲁派当中的地位 咱们前文书也聊到过了 哎 这个为了惩罚 参加叛乱的 七世达赖喇嘛这一支的势力 这雍正皇帝下令啊 让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 带着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塑 迁移到了四川太宁的会员寺 哎 说是让这达赖喇嘛呀 躲在壁祸 实际上就是为了惩罚你 让你远离你的教区 同时就是压缩了你的权力 可是到了雍正十二年 那年是1734年的时候 雍正皇帝啊 就觉着时局要稳定了 这七世达赖喇嘛 当然了 他那会儿心里还认为 他是六世达赖喇嘛 七世达赖喇嘛呀 哎 这个行为上面呢 也非常的简点 于是雍正皇帝就动了 侧隐之心 让自己的十七帝 和硕 国亲王 云里 和这个三世 张家 活佛 忽图 刻图 若比多杰 让这二位啊 出探公差 上这个哪呢 上四川 太宁的会员寺 去一趟 临行之时啊 这皇上亲自交代自己 这十七兄弟 说到那儿啊 一定要观察 那达赖喇嘛本人呢 是否安分守己 对正宫我 刘范他这事啊 有没有什么怨言 还得看看呢 他们这个集团内部 其他的人呢 和势力 有没有怨言 有没有乱说乱动 还有没有和其他的政治势力 有所勾结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可以让他们啊 返回拉萨 但是呢 这件事就还没实施了呢 哎 这雍正皇帝 转过年来八十分 家崩了 最后 乾隆皇帝 一道玉指的 和射 国亲王 一道亡令 命都统福寿啊 和这个三世张家活佛 一同护送 格桑加索 也就是 这位七世达赖喇嘛 返葬 可是明纸 明发上边 就有一条写的倾注 说这个达赖喇嘛的父亲 索南达姐 你呀 是个政治上 有污点 犯国政治错误的人 所以为了惩罚 也是啊 防着你以后 再犯同样的错误 你每年呢 只可以探望 达赖喇嘛一次 你们爷儿俩呀 一块住啊 不能超过一个月 那这么一来呢 这爷儿俩虽然都回了拉萨 哎 这达赖喇嘛呀 就去了布达拉宫 哎 这达赖喇嘛的父亲 索南达姐呢 只能一住 桑耶寺 这点呢 您倒是不用替他们担心 因为除了不见面以外 生活呀呢 肯定是一等一 绝不会有人磕磕他们 那吃的肯定是油 穿的肯定是愁 咱们也知道啊 这乾隆年呢 乾隆皇帝 刚一登基的时候啊 说实话 这国也不太是 民也不安 西北呢 准个二韩国呀 蠢蠢欲动 西南呢 哎 这云贵描乱 总之乾隆初年呢 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大西北 大西南呢 是挺头疼的 这会儿啊 哎 就有人呢 给他提出建议来了 那这人是谁呀 格鲁派驻北京第一大活佛 张家活佛三世 先前咱们讲过 这张家活佛三世啊 年纪又小之时 就被年庚瑶护送到了北京 深得雍正皇帝的血 就留在内宫教养 和这个雍正皇帝的感情 就像是父子一样 和乾隆皇帝的感情啊 就像兄弟一般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好多事啊 听张家活佛的 这张家糊涂糊涂 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可是呢 您往后听 咱们这书馆里啊 以后还会交代 这张家活佛三世啊 他知道胳膊肘该往哪边拐 他知道自己是格鲁派的高僧 所以他给乾隆皇帝 出的很多主意 都是偏向格鲁派的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说呀 他说这个四川云南管辖的康区呀 应该话归西藏 自从这中央政府 大清朝廷接管了这一地区的税收财政以后啊 这达赖喇嘛呀 这班禅俄德尼的收入是大大不如前 西藏的宗教生活呀 很窘迫 那么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肯定不是啊 咱们前边不是交代过吗 这藏区也一共就十三万户 哎这格鲁派就掌握了十二万八千多户 其中啊这达赖喇嘛 管了这个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 班禅俄德尼呢 管了是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西藏啊 九成九的钱 都在格鲁派这两家活佛的掌控之中 哎可这个张家活佛跟乾隆皇帝这么一刀弄啊 哎这乾隆皇帝还就真信了 他就真心活了 乾隆啊真就决定啊 把这四川以及云南管辖的康须啊 归还给七藏地方的嘎伦 这一下子可把这川神总督给吓坏了 这边的川神总督现在是谁呀 现在正是渣浪阿任川神总督 赶紧向皇帝启奏 说皇上这么着可不行 这康须啊那可是我大清朝进藏的咽喉要道 那有人说那从青海进藏不行吗 那您可别忘了在青海的后极令上可就是准着韩国 为什么要保证四川这条线进藏道路的畅通呢 就是因为以后一旦和准着韩国发生战事 这是一条补给的生命之线 这一句话才算点醒了梦中人 这乾隆皇帝一拍脑门 对呀这条线呢绝对得攥在自己手里 于是乾隆皇帝才提出调查一下啊 这格鲁派这达赖与班臣啊 到底有多少财产 这才有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数字 经李帆院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心的说 哎呀张家呀张家 你真是胳膊肘直到往你们家里拐呀 真要是把这康区税收啊 再归了这个达赖班臣 到时候你这里边肯定不白干呢 从这教廷啊 肯定往你这一支一派上啊 也会拨很多的供养 那谁让这哥俩关系好呢 这张家活夫既然提出来了 乾隆皇帝也不好 什么举措也不做 于是他对这个张家活说呀 干脆这么着吧 打建卢厅那儿的税收啊 就都补贴给魏赃地区吧 哎就在这一期间呢 这西藏还有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罗桑一期贝桑墓 也就是五世班禅俄德尼元祭了 那年是哪年呢 是1737年 当然了 这个依照这个班禅大师的转世仪轨 很快呢 就选出了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就是来自后藏地区的五世班禅灵童 罗桑华丹 这就是六世班禅俄德尼 哎这六世班禅俄德尼可有故事了 那您别着急 咱们呀过几天给您详细的讲他 以及他的家族僧团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 那这会儿啊 很多好朋友应该就已经听明白了 咱们故事的发展是往哪个方向呢 哎 接下来就是战队之战 然后就是一打金川 没错 这个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二打金川呢 咱们要在这个系列里给您聊明白了 可是呢 也有一样 咱直接迈过去不行 咱们孩子是得从这大清初年的战队之战开始讲起 德类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的大清朝的康藏地区可又要打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